在浙江渠州市渠江区梁茂铺村 村民们纷纷传言 他们村里住着一位百毒不侵的奇人 最近二十年里 他吃遍了所有的毒药 村民们所说神乎其神 不由你不信 但当我们来到瑞耀仙家里时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瑞耀仙此时正躺在床上呻吟 原来他刚刚被家人从医院接回来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 瑞耀仙因前一天服用敌敌味而导致中毒 幸好抢救的吉时 才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 我的比方 这生不难死了 难死 教你这个毒药手刺你 你不听我的 我经常跟你讲 手刺的手刺的 镜头前的瑞耀仙分明是个正常人 服用毒药后的他同样也会中毒 难道村民关于瑞耀仙百毒不侵的传言都是假的吗 然而 对于这次的中毒事件 瑞耀仙并没有太当回事 没过两天 刚刚脱离死亡威胁的瑞耀仙 竟然又打起了弄点毒药痴痴的念头 这是什么东西啊 钢子啊 钢子啊 它还有毒性 毒药毒性的 拿来 也明天拿来毒药的 说完 瑞耀仙便迫不及待地在家中架好了一口锅 采下一把毒草扔进锅里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种叫钢子的毒药煮好了 这汤看起来有些像茶水的样子 这时瑞耀仙二话不说 把碗凑到了嘴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喝下毒药的瑞耀仙却安然无恙 难道它真的是百毒不侵 可是之前我们看到 它明明也会中毒 那么它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中毒以后 还会继续喝毒药呢 喝毒药的背后 精进隐藏着神的秘密 不是说早时 就是说我治我这种病啊 他有病是什么 病他的医不好 他会挖动就你一样 没办法的 别人心里很难受的 什么不是很难受很难受的 不吃药死 不吃卢药 反而会没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感觉里面有种子了 应该已经给学买 就说我这样 我这个地方 我整的那时候 我脸上抠破 你都死了 你都全身都死了 你都死了你了 锐药仙告诉我们 他感觉自己身体里有虫子 而且这些虫子会吃他的肉 无奈之下 锐药仙想到了一个奇特的办法 那就是以毒攻毒 因为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有虫子 所以必须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 来把这些虫子给杀死 这就是你吃毒药的最初的想法